限制食肆的抗疫措施 修行了两个星期 食环署检控了10个钟 又说不会再劝语 一犯规就会检控 有警告违规的餐厅 可能拿不到抗疫基金 最多200多万的资助 食肆怎样看呢 旺浩然了解过 中午我们去吃饭 有碳热 36度半 搓手翼 有隔桌坐 每台没有多过4个人 食环署检查了3万2千次 食环署检查了3万2千次 口头劝语了1千7次 检控了11单 署长说劝语的时间已经过了 如果发现有食肆 违反任何一项规定 会即时检控 小部分食肆仍然是 有不符合的情况 为他们提供第二轮资助 主要是减少他们因为社交距离方面的措施 所受的影响 而他们又违反这方面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必须慎重处理他们的申请 我们是不排除 其实是不向他们提供资助的 准备申请资助的食肆老板说 宁愿做少一半生意都会跟足 你没办法 他又给你钱 你又想做生意 没有可能那么好处 对不对 你当然是针我两头来的 深水埗这间餐厅老板说 不是不想做足 他之前都特意装了隔板 觉得不稳定 一拆就受到警告 都不知道他们的盖拉 是怎样为之做不做得足 是的 他们也没有说 有好好地告诉我们 疫情之下生意已经很差 他给不给 我想我们都快要收拾了 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每间食肆可以按照店铺的面积 获得25万至220万的资助 雇主要承诺不炒人 以及用不少过八成的资助额 去给人工 有线电视记者王浩健报道 家务助理和培允员说 雇主不守他们公强资金 行内也没有人自己工 政府的措施没有他们份 要求提供一不过资助 曾永生报道 做了家务助理十多年的李女士 以前一个月找到万多二万元 疫情煞到即刻减一半 人家做公司是有提前通知的 我们没有的 例如我们天天上 他可以今晚给你 你不用上来 做陪瑜伽即使半年前 跟雇主谈好 现在都没得做 但是有些雇主恐慌到 就算做了这些设施给他 所以他们都觉得 你们都不要来 都会怕 会带些捆给他们 工会说 现在强资金制度 豁免雇主为家务雇员供款 他们一向都没有帮自己供 所以第二轮之助 受不了 政府在这个制度上 是剔除了我们 令到我们没有强资金去供 所以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是非常之不公平 而违望了我们这帮监务助理 工会上个月开始 问卷访问了大约150个会员 三成人说工作时数 比農曆新年之前跌了九成 要求政府向监务助理和陪月圆 发放一笔过7500元之助 友善电视记者曾永三不道 一手掌握 友善新闻